哈喽各位博霸 怡梯特在姐妹云 还有优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玉姐爱 欢迎你收看今天的 玉姐就这样爱的第一集的节目 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呢 其实是一个直播节目 而且是要告诉你女生呢 都是怎么样谈恋爱 以及女生在谈恋爱的种种 而且我们每一集呢 都会邀请到男的来宾 我们用非常麻辣的提问 来让你更了解男生跟女生之间的 攻防站 当然在邀请男来宾之前呢 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各位要follow 玉姐就这样爱的这个节目呢 请你赶快现在先下载 东森新闻云的旗舰APP OK 好 我们现在就来介绍 今天的厉害的特别来宾 因为今天是第一集嘛 第一集呢就邀请到 我非常要好的一个好朋友 西关杰先生 西关杰先生是知名的影评人 而且呢他其实让无数的女性 在情场当中叹息是不是 什么 还是船息吧 我刚刚讲说叹息 他说不是 是船息 没有 船息是他讲的 船息我讲 对 因为我常常在听船 他旁边的那一位呢 我想大家应该不一定很清楚 知道他的长相 但他其实在网络上非常有名 他就是亨利乳头 撰写亨利乳头士部落格的亨利市长 对 我就是那个人称人体建赏师的 亨利市长 上至乳头下至龟头都可以聊的 聊到头头士道的亨利市长 那我觉得你跟我完全是个同业耶 超同业的 我也是从乳头聊到龟头 从子宫聊到 子宫聊到外太空 对 我不晓得你们两位陪讲的有这么清楚啊 我们在节目后面 我才第一次见面不用这样 才播五分钟就被禁播了 对 仆佛前身就是有缘 有没有这样 对 好 我们其实这两位呢 我觉得今天找他们来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老实说我们就是百无禁忌嘛 百无禁忌没有尺度的上线 也没有尺度的下线 这两位其实有个共通点 我要跟大家讲 各位男生 你们一定非常的羡慕他们 他们两个有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曾经采访过 AB女優是吧 她比较多 她比较多 听说你有采访过最厉害的是 没有啦 就是我 我只是应该这样讲的就是 不管AB女優她有一个能力 就是她自己会骑到主持人的身上 那我有这样子的特点可以让他们骑上来 我没有 我没有 今天没有期待你们骑到主持人的身上 但是他们 对 就是他们都有专业 我没有 我没有 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啦 所以跟他们的互动都会非常愉快 那你这样子采访的时候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吗 生理反应对他们讲应该是 这是一种尊重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你是爱他的 那你有反应的 这样他们就会更开心 通常采访他们要穿什么裤子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西关姐 那你有没有采访过都是乳头市市长在那边发表 没有 我其实也做一次而已啊 我只是一次 他的第一次就贡献给财美 对 财美巡国 那是因为亨利乳头市市长他收删了 他已经退营 你那张照片真的非常沉醉其中 我只是摆线出一种比较大气的感觉 而且他那张照片有击凸 谁击凸 你击凸啊 你那个裤子松松的 我 我们今天好可惜没有带到那边 你们可以follow他的IG这样 对 待会待会待会我们再让大家看 好啦 今天我们两个 我们三个要来讨论一个话题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最近 今天在网路上非常非常的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呢其实是有一个男网友 我们来看 有个乡名呢他在PTT的男女伴在问说 这件事情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呢 在一个场合里面然后他们 这个女朋友他有一盘虾 他希望男生帮他剥 就男生不愿意帮他剥 男生不愿意帮他剥的原因呢 是他觉得 我如果帮你剥的话 我觉得我在养公主 然后女生就说你不剥 你不帮我剥 那男生就说我不帮你剥 你如果不会剥你就不要吃了 那女生生气是觉得 你这个态度不太好 好 你们男生怎么看这件事 我先讲 等一下 其实我真的觉得剥虾一定只是 某一个导火线而已 他们一定有日积月的 有很长的时间 可能这个男生长期被女生要求 要帮他做很多事情 所以他直到剥虾这一刻 他的那个临界点到了那一个地方 所以他崩溃 他决定说不帮你做这件事情 你们两个都有帮女朋友剥过虾吗 有 有 剥过做过 帮女朋友做过最最细节的事情是什么 剥虾 剥柳丁 剥虾其实也蛮detail的 对啊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女生剥虾就是 因为比如说像姐内衣这种事情 我们就先不要提 姐内衣不需要剥吗 你是期待在后面 没有 我们剥衣服跟剥虾 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都要需要手 手镜都是比较巧的 手工艺 对对对 做一些手工艺 因为有些人可以单手这样 啪 然后就开了嘛 对 那种是 你可以不要剥我吗 没有 我要找你示范一下 对啊 就是这应该都是 这已经蛮detail啦 对啊 都会做啦 可是女生剥虾 你们觉得就算有公主病吗 剥虾这件事情对女生啦 我觉得站着女生的立场来讲 是真的很温暖 很窝心 对 因为确确实剥虾是一件 蛮麻烦的小事情 对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女生谈恋爱谈一谈 就会想要撒娇 会回到那种像想要把自己当女儿啊 或是当妹妹这种受宠的感觉 所以就是会想要要求男朋友剥虾 当然我觉得女生要求男生剥虾 那个态度也是很重要 对啊 因为我们并不晓得案发现场 到底那个女生跟男生讲的口气是什么 我们也没有经历 那这两个到底交往过程 有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我问你们 如果女朋友是说帮我剥下 立刻剥啊 立刻剥啊 那女朋友如果是讲说帮我剥下 嗯 我去厕所一下 就可能真的就会 因为你用这个态度给我 那我可能就会用这个态度给你 那好啦 假设今天就吵到要分手了 你们觉得值得吗 就是为了这个剥下的事情 这个事情要怎么圆下去 如果可以因为剥下而分手 那确实是可以分手啦 要不然其实他可能还会在其他生活的小事 所以我们不是很常听到很多什么结婚 就比如说为了一个挤牙膏 然后或者是为了一个 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马桶盖 还有没有盖起来 就是都是会因为这些小事 而整个爆发开来 那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之前都会希望我的男朋友 在家里上厕所的时候是坐在嘛 是坐着上 对对 因为坐着上的时候你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的时候 他就不会这样刹到乱七八糟这样 但是很多男生他们为了雄风 虽然他门也是关着 但是他还是觉得不行 我坐下去就太娘炮了 他就不愿意 你们你们不看 其实坐下去不是 坐下去这个动作并不是娘炮 是要把东西放下去来才尿尿 这件事情才娘炮 所以是这个过程 你是说是这个动作是娘炮 对这个动作我们会觉得比较娘炮 为什么 就是有一点被压着脖子 觉得很趋 很趋路的感觉吗 就瞬间你就换一个性别的感觉 哪有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就 我就娘了 欸 我不会 我知道 我 怎么会啊 好奇怪 男生光是被压一下 就觉得他这个换性别 没有 太容易了 我刚好跟他相反了 因为我现在因为我自己住嘛 你非常喜欢被压是不是 不是啦 就是 尽量在压 不是 因为 没有 因为坐着上 上厕所有一个好处 就是其实你一手压鸡鸡鸡 一手打手机 还可以赶快看别的东西 你真的 时间很掌握很多 他真的不愧是一个文人 一手滑手机 一手压鸡鸡鸡这样 就可以接着 焦哥也是这样子啊 焦哥上厕所就做的 你讲你自己就好像 真的啊 焦哥拖下水 焦哥真的是这样 有 他有在Facebook上 讲过这件事情 因为时间不够 这样是最快的 其实这样真的很不错啦 而且你又可以坐着 对不对 坐着多舒服 如果你家有免治马桶 还温温的屁股涩涩这样 对 好啦 所以我们 有没有什么意见 要给这两位 你们 好啦 我来问一下网友的意见 网友的意见 你们觉得帮女友搏鸭 女友要求搏鸭 救世公主病吗 你们觉得女友要求搏鸭 救世公主病吗 当然我在这边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建议 我们要反过来 如果男生要求女生帮他剥鸭呢 这样是网子病吗 原因是 原因是好像其实 会说这个理由的男生 真的还是比较少 我的意思是说我会问啊 比方说你叫我帮你剥鸭 我想要知道你的理由 是今天手痛吗还是怎么样 可能就是嘴巴很满 手也很满来不及 请你先剥之类的 这个我OK 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当众就是 宠坏我的男朋友 因为我觉得那是默默的插国旗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男生像 男生会比较喜欢说 我不一定是自己要求 但是女生会觉得说 如果我在公共场合帮我的男友剥鸭的话 这样会让他觉得说 这有面子 有面子 帮他做一下 这也不是说大男人什么 但是女生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我跟妳说 剥鸭真的是可以收买人心的一个动作 很多年以前有一次 这是真人实事 听说林志颖小姐 有一次跟一群记者团去欧洲 然后呢 就是因为有表情 就是一个摄影记者 他不太会剥鸭 结果志颖姐就帮他剥鸭 那志颖姐欣喜若狂 她说天啊 我知道志颖姐帮我剥了鸭子 然后志颖姐就好像很帮大家 她就剥了一整盘的鸭给大家吃 所以那一整盘 大家都被林志颖姐所收买 大家都说志颖姐帮我剥了鸭 超开心的 而且是超级厉害的 不管是对人处事 或是公关都超强的 所以剥鸭其实是可以 做好一个很好的工作 其实我真的很愿意 帮男生有一些面子 像之前我就曾经有一个男朋友 然后他跟他的前女友 还有前女友的朋友 他们三个要去吃饭 然后因为我知道 那你也在吗 这什么奇怪局 不是因为他们就是 不分手了 因为他们才是朋友 他们就是同学那样子 然后我知道我当时的男朋友 就是有缺钱 我还就是偷偷塞了钱给他 说你可以带他们去吃饭 天啊 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你知道 就是他们去吃的时候 你还是知道你不能缺了老娘 有吗 男生会这样讲 还是我自己想太多 自己想太多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到底觉得女生要求剥鸭 是不是公主病呢 跟性别无关 剥鸭就是一个贴心行为 跟性别无关 公主病是一个套餐 而剥鸭只是可乐 对啊 不是很明白 对啊 你可以翻译一下 你朋友的意思吗 我也很明白 剥鸭就是一个贴心的行为啦 跟性别没有关系 剥鸭是 会帮女友剥鸭 就会帮家人剥鸭 这可能不一定 小地方看到大关键的意思吗 对 有时候是结婚之前会帮忙剥 但是结婚之后就 你帮我剥这样 当然我可以提供男生一个好方法 如果你真的不太想 有一支之后就有千千万万支 你可以就是比方说 你女朋友帮你剥下的时候 你就剥得很不干净 然后他在吃的时候 对有些女生就觉得 我来了 连你这个你这个都不会 对 他以后就不会叫你做这件事 对啊 有男生说 公租病啊 公租病 就有这个名词是不是 没有吧 现在大家都在流行什么母租啊 公租病啊 不会还好吧 我发现这个位置我好像会 会漏勾 这样我回去我还要解图回 他们想要充收视率跟点月率这样 对啊 自己的虾子自己剥啊 自己的虾子自己剥 但是有一个比较 我会觉得比较担心的事情是 今天你不剥 你女朋友就很容易 有一天人家愿意帮他剥的时候 他就感动 就因为这种小事情被 你知道我之前曾经遇过一个男朋友 就是我们之前去什么家乐福的时候 然后呢他就是我们买洗衣精啊 什么东西很重 他就坚持说两性平权 所以你要跟我一人拿一袋 然后都很重 他没有要多帮我拿一点 结果后来 我被另外一个男生感动的原因就是 那个男生就是有一次 我拿了四公斤的笔记型电脑的时候 那个男生他一把拿过去说 女生不要拿这么重的东西 就那一点点举动 我也常说说自己啊 你怎么有没有举动 我有感动在心里 好 我们来看留言 继续看一下留言 优酷的留言 啥子是剥虾呀 就是你知道吧 我们就吃那个虾米 不是虾米 虾子 虾米还要剥 虾子的时候呢 然后剥虾壳 那现在我们在讨论呢 就是说这个女友要求男友 帮他剥虾壳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公主病 还是大陆的网友觉得 大陆的网友可能还没有 我虾壳本来就是天津第一 可是人家有问你说脖子为什么红 因为我就是一紧张 兴奋灯光一照就会吵虹 对啊 对 然后毕竟主持这么麻辣的节目 姓吵虹这样 没有姓吵虹 没有姓吵虹 就吵虹啦 吵虹 好 我们来看 我们来讨论下一个话题 诶 这个尺度好大我有点害羞 其实没有害羞啦 就是男生跟女生 今天你们要一起 第一次过夜 例如说出去旅游 但是你们睡同一张床 同一个房间 然后或是你今天 你知道要去女友家过夜 或是女友来你家过夜 你会先准备保险套吗 小羽衣啦 听说我们要讲小羽衣 小羽衣就是给小老二穿的羽衣 这叫小羽衣 真的真的 那我们都买大羽衣 我都买大羽衣 XL这样 好啦 你们会准备吗 结婚的先讲 结婚的先讲啊 结婚的先讲啊 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带到 没有准备好鱼衣 不得已没有的 我觉得当然不会准备啊 会 但不会 不会 为什么 可是你今天 因为 这个东西在于他们都没有做过 对不对 没有做过什么 就是从来还没有发生过 还没有发生过 那当然不要准备啊 为什么 因为你一次就要让他知道你又厉害啊 这样你之后 你一路平顺好不好 你确定没有带的时候比较不厉害吧 我告诉你 就是比较厉害 我觉得网友有讲一句超棒的 网友说什么 我不敢练 剥保险套 还带上一题吗 你帮我剥虾 我就帮你剥保险套是不是 对 其实是同一题啦 好哦 对 你OK吗 所以这可以整个在一起了 对啊 我会自备 我不会等到人家带这样 好 你呢 西关姐 我觉得如果是才刚 两人有默契要交往 然后又是第一次过夜 其实我觉得要准备 对啊 你知道没有准备 女生的心情是很复杂 有准备跟没准备都很复杂 对啦 是啦 就是有准备觉得 那你就是摆明了 我们这个一定会怎么样 有准备就会觉得说 对 你是有备而在的 可是我觉得要看几岁的 几岁 没有准备 对 这跟年龄层有关 没有准备呢 女生通常都会觉得 你今天是要来给我骗无套中出的 是不是 就是有这种很故意 你又受惊了 对 我又 本节目尺度相当大 对 不过这跟年龄层有关 对啊 你如果是16岁 17岁的情侣 其实是有一点危险啦 16 7岁真的 对啦 你是说它带着是很危险 还是怎么样 不带很危险 就是过夜这个行为 就本来就会比较危险 因为16 7岁嘛 16 7岁是犯法的 犯法的不行 我们讲18岁以后 对啊 18岁以后 就是你才刚很年轻的时候 那个荷尔蒙都比较强烈嘛 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 还是有准备比较好 对 那如果再年长一点的时候 其实大家知道出来 接下来该干嘛了 对啊 所以就带着就带着啊 然后就说要做了 拿出来了 就很顺手 免得临时觉得很可以的时候 说那你去便利商店买 对啊 这样就很烦 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两位 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你们出去第一次过夜 但你真的没有带 你没有预料到 或是你真的没有准备 然后就在临门一脚的时候 女生从口袋拿出一个保险套 就说我有准备 这时候你们的心情是什么 赞 爸爸教得好 真的吗 你们不会觉得说 有一些对这个女生 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吗 不会啊 不会说 你知道有一些男生 我们一定会吓到啊 想说这女生你是经验的多丰富 我觉得这是几岁的问题 如果她这样拿出来 她只有十六七岁 那你当然会这样想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 三十六七岁的人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礼貌 而且代表说 原来你出来 你是准备想跟我来一发 对啦 也是有用 反而更兴奋啊 对啊 好 那我们想要来问一下网友 如果说今天你跟一个女生呢 就是要第一次 就是刚刚那个问题啦 你跟一个女生要第一次过夜 结果你没有准备保险套 结果就在要发生关系的时候呢 她从口袋里面或是包包里面 掏出一个保险套 你的感觉是什么 让我们赶快留言 留言 待会我们来看 留言 浏览一下你们的留言 好 要继续看高清无码的节目呢 请大家要锁定波霸主站 因为待会儿就是只剩波霸主站 她会继续继续的 我们会继续的讨论这个话题 你请赶快点到波霸主站 下面的连结点下面的连结 我觉得有一个好笑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就是 洁生自在非常多年那种男生 然后他就始终一直相信他会 可以有一天会有 这个机会出现 所以他就随 什么机会 就是跟女生 把关系的 对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 他就随身一直携带着那个东西 他是触男吗 就是 如果这个心态的话八成就出来了 一定是触男 就像护身符一样 旁边放行天宫的 右边放保险槽的 这个最好笑的是 因为他长期放在皮甲 结果有一天他真正觉得想 肉油 肉油 他整个磨破了 然后就无套中出了 是这样子吗 不是啊 他就不敢用了 OK 我的天 而且他里面纸钞都沾到很多东西 而且其实那个东西好像有 而且他旁边是行天宫的香包 你看 对啊 真的是啊 有没有 就是整个都油油的这样 太惨了 而且那东西好像有尺寸 对不对 有尺寸也有保存期限 你多久啊 保存期限多久 我不知道 我刚刚回答的是无套中出的问题 所以你不用问这个 几年吧 比较细的问题 他没有在带的 对 就几年吧 他自豪的时候不带 但是其实男生第一次跟女朋友 新的女友 或是跟一个新的对象在做的时候 应该是很兴奋啊 所以你其实是不是带着 还是持久度也会比较好 其实这另外一种心态就是 因为当你出来你知道 譬如说你跟他交往 现在男女大概交往 已经有一点模糊的界限了 什么叫模糊的界限 我们意思是这样白点 我觉得我今天碰到你的手 或者是我今天跟你点个头 搞不好今天晚上就有机会来一发 你想太多了 真的真的真的 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是在夜店 你去哪里那是这种 假设夜店 我们就说夜店好了 他都这样子 他都已经跟人家盖背了都没有发 对啊 我们就假装我们就假装夜店这样 假设这样对不对 那今天譬如说真的给你来一发了 然后你的姐姐姐妹们 既然会这样子的状况给你来一发 他也会把这样的好消息 告诉他的姐妹们 上次跟亨利 不错 然后他的姐妹就会 对啊 假二道学本吗 没错 我不相信 真的这都是真人实事 节目上说的事情 都不太可以相信 你朋友的事情 一向都是我朋友的事情 我们现在要连线 都是我朋友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来连线亨利的前女友 真的找得到吗 然后就出现了 吓死了 好 来我们来做一个小测验 然后跟网友互动一下 就是呢 两位也可以回答 就是当你买了保险套回来的时候 打开来用 用完了之后你会怎么放 你会让它放在原本的 什么打开来用 打开来用嘛 我用完了 没有 比方说你里面有12个 3个12个什么24个之类的 你拿一个出来用之后 你那个其他的 你那个其他的蛋夹 你会放在盒子里 还是你会把它全部拿出来散装 这是两种不同的摆放方式 请问所有的网友 来来来 你们来选择一下 你们会放在盒子里 还是会散装 两位来宾你们的答案是 我好像是 你要回想很久吗 还是 我觉得大部分 大部分的男生 都是盒装 都是放在盒子里 对不对 你们呢 你们呢 对啊 放在盒子里 我还放铁盒 铁盒 可是铁盒就不是原本的盒子啦 你说放回那个盒子里 放回原本包装的那个盒子里 还是说放在那个 就是其他的容器里面 看一下网友 网友怎么样 散装啊 散装 废话 还废话呢 可以来一下他的名字 好 郑鑫颖说 郑鑫颖说散装 还有谁 Mike说散装啊 废话 就是感觉好像简直 简直就是不用怀疑 就是要散装 你一定买完之后 要全部拿出来然后撕开啊 Rex也是说散装 大家可以讲一下理由 顺便 优酷的朋友 对 优酷的朋友说 他们还在讨论那个戴套很不爽 戴得很无感 我们其实女生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因为你知道 放盒子里 大部分都是放盒子里啦 其实对 我其实 你的经验是放盒子里 还是你抽力放两个 枕头底下放一个 然后那个床底下放三个之类 可是你知道吗 说真的啦 我觉得要散装放 真的是好一点 你是说厨房放几个 浴室放几个 不是 就是你把它从原本的盒子拿开 你知道吗 这是杜绝你自己的后患 后患 什么叫后患 你知道吗 女生真的是一种很无聊的动物 女生跟你今天晚上翻云覆雨 之后 他知道你的盒子放哪 女生一定会做一件事情 你说去检查吗 数量吗 减少 你去睡觉 你明天出门的时候 女生就会去把盒子打开 如果他本来是36盒庄或是24盒庄 他就会去算剩下几个 没有 我觉得这是 这是你们水下星座才会干的事情 而且我没遇过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水下星座才会做的 什么是巨蟹做的 真的真的女生会 那是你们参加的 比方说24个庄 然后里面剩三个 然后你就死定了 因为昨天用了嘛 所以昨天用了 你应该是要剩倒数四个 你现在剩倒数三个 表示你20次都是跟别人做的 我还心里超不爽的 就会问你说来 果然是水下庄 我20个是跟谁做的 自己的手啊 你自己的手有需要戴套子吗 有时候譬如我感冒 有耶 对啊 我怕我传染给我弟弟 对啊 我会怕 有没有 你怕我也怕 他怕他感冒的时候 他会把感冒传染给他的弟弟 因为手会传染一些 因为这样会口沫传染的啊 就会不小心 怎么回东西啊 你会跟他接纹 间接接纹 总是会擦一下嘴巴之类的 对啊 那还有什么 因为不用开盒子 对啦 如果是以方便性来说 就是你下一次不用在那边开盒子 可是开盒子有个好处 就是他上面那个保存期限 会留在盒子上面 对啊 至少稍微吃到一下 对啊 没买过家庭好的 都买一盒三个的 好 OK 放皮包真的要小心啊 真的会像我这样悲惨的朋友 就是会漏油啦 会磨破 真的 跟女生那个放香水瓶一样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下一个话题 下个我们来看 男人的一个死穴 我们要讨论一个话题 这一篇文章其实是我写的 写完了之后呢 激起网友非常多不一样的讨论 就是说有一个女网友跟我讲说 她的男友跟她承认 她的未婚服跟她承认说 曾经有买过春 就是有嫖过啦 那后来她听到之后 非常不能接受 两个人就大吵大闹 然后就搞到没有办法结婚 这样子 然后觉得她非常的脏 那事实上呢 我其实自己也有遇过 类似的经验 但不是说我前男友 是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男生在追我 我追得好情 然后他写诗 他研究《易经》 然后还帮我算议 写诗又研究《易经》 他写诗又研究《易经》 简直像个古人 就是个文青才子 但是因为她长得 实在不是我的菜 所以我当时并没有跟她交往 但是我对这一段 纯纯的爱感到 非常的有印象 那多年之后呢 因为我们后来变成 只是普通的好朋友 她就提到说 她的第一次是在高中 就是她在追我的那个时候 我心里想说 你不是在追我吗 那你第一次是 我后来就问她 我就说 你的第一次是给谁啊 我以为她同时交 对 我以为她同时交别的女生 就不是 她说就是去买的 然后我就 我就完全感到震惊 她说你不是在追我吗 你怎么还去嫖呢 怎么高中就有这个门路呢 对啊 我们是长大才知道 有一些查讯啊 余讯之类的 为什么 南台湾狗高中的旁边 真的很多 等一下私下在跟我讲 对啊 奇怪 对 听说还有里面的小姐 就是素质OK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奇怪 你怎么可以一边喜欢我 又一边去骑别人 那她就说 这个是两件事吧 你们男生怎么看 两件事啊 两件事 你现在要问这个吗 还是问买春的事情 买春 如果你们今天曾经买春 我们两个都没有买过 直接就问这个 他们两个不用买春就可以跟AV女優 就是有近距离的介绍 这两件事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事情 全部不一样的话 如果今天是你们 你们会跟未婚妻坦诚这件事吗 你要先让我们 假装是女生吧 我们如果是女生 会不会对这个事情反感这样 没有就是你是男生啦 你会不会坦诚讲 没有发生过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们幻想一下 你幻想了啦 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啦 就是 他历史长都靠幻想过活 要不然我怎么活去 不是真的 没有我觉得他买过春 总比他去骗人家好 这是一个比较急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去四处烈焰嘛 骗炮 去骗人家嘛 那去骗人家 有的时候还给人家想像说什么 我可能想要跟你在一起 我想跟你结婚 我想跟你生小孩 然后去给人家用骗的 然后用那种骗的 骗出来之后 你可能还伤害了一个少女 你的意思是说买的 比较高兴 我觉得买的还比较有道德 就是套回去 但是不是啊 重点是不是在讲这个行为嘛 因为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 是你会不会告诉你的未婚妻 应该是不会吧 然后比较高兴还是怎样 为什么要讲呢 那我要看谁 何历市长你呢 没有 我这一个经验就是 经验来 曾经某一任问过我说 就是聊天就是瞎聊 就是问我说 那就是问这样的问题 然后其实我当然会说没有 就是不管怎么样我是说没有 不管怎么样 总之我就是说没有 不管怎么样我是说没有 好 OK 然后呢 到底有没有 然后但是他就说 你有可以讲啊 你真的还 你有可以讲 我不会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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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真爱 反正那就是在我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他讲的 对他讲的也完全不是这个 他讲完也就是说 男生本来就会这样子啊 因为在他的经验里面 他认识十个可能就有八个有买过春 他 他到底去哪里认识这些男人 所以OK 这就是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嘛 这个我不管 但是之后我当然去做了一下健康检查 但是这个事情应该是说 诶 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女生 他不管他是不是唬我的 可是他告诉我的事 我觉得男生都会啊 为什么你不会 他并不是要逼我这个答案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结束了 接受度很高的女生 对 然后觉得 你居然问我这个问题 而且用这个答案来问我了 可是十十八九其实真的 女生的接受都不高 当然啊 老实说我觉得什么前女友啊 交几任啊跟前女友去过哪里 做过哪一些招式 女生绝对都会问 可是你绝对都不要讲 包括买春真的不要讲 对 但其实相较之下 其实我很早前 因为你写这篇之后 大家有讨论过一些 其实那时候我看我 我有我的角度 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 用买的还比较省事 也比较没有去 那讲的是今天我是你的女朋友 然后我说我之前 就是曾经有买过小鲜肉 壮 瘦 长 勇 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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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代表我们还不错嘛 所以你会跟我在一起吗 我就说就差了那么一点 就说人生已经无憾事过了 对啊 那你有想听吗 如果我说我买过 你会想听这件事吗 应该不会想听 老实说 不会想听 对啊 任何一个应该都 来问网友好了啦 如果你的男朋友 如果你是女生 你就来讲说 如果你的男朋友 曾经买过春 你想不想知道这件事 然后我们来问男生 如果你曾经买过春 你女朋友问你的话 你觉得到底要不要讲 这件事情比较好 想回答 女主播 我们优酷的朋友 我觉得她做朋友 就是让我胆正心惊 问的问题都超级直接 女主播假设你的老公去嫖 你是啥感觉 这问题提升了两个层次 你不用卷神 你不用卷神 好厉害 然后进入另外一个领域 我得先找到一个老公 这事情目前有点困难 第二件事情去嫖 好难喔 其实我 我就会想要知道 我帮你独装 我帮你独装 第一个是到底是被他老板带去嫖 你知道有时候 我也曾经听我一个朋友说 因为老板 高干全部都去嫖 然后主管 高级力主管都去嫖 那结果你一个人不进去 你很不给面子 对 海南岛嘛 对 然后 而且是好像某媒体的高层这样子 对 差点要爆料了 我明天只有新闻就可以写这样 那这个事情你就很困难 因为这种就是人际压力 好像在那边抽烟 有没有 你一根我一根 你不抽的人就怪怪的 对 因为我有听过 有另外一个说法是 你去用买的 可能还比较干净 你去乱来的 你可能还不大 因为其实像我们两人间 有听过这个说法 都会有所谓的炮兵团 对 那炮兵团就是一个所谓的台海交流的一个状态嘛 但是他们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经济体系 所以其实在那样子的过程 他们其实是方便安全 其实就这些炮兵团的说法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反而如果是从这个路线的话 搞不好还真的比较 比较那个 比较说得过去 有听说这是职业的话 他们会定期的去做健康检查 但是也有听过很被吹的那种情况 很悲惨的情况 就是说好像女生会 就是好像 你们有看过一路向西那部电影吗 就是他做一个招式 然后就check一个list 他就说现在是什么 怎么飞燕什么之类的 双龙抢猪 然后打勾 就做完这样 其实有一次我去澳门出差就这样 那时候我去澳门出差的时候 我的同业有跟我说 你要小心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需要小心 就是不可能去有这种事情嘛 然后因为我还记得我住普京 结果因为我下电梯 我门打开我迷路 突然间就看到了 成群结队的那些团来 男生是不是 女生 女生团 然后我看到其实我有点傻 我就想说天哪 这如果不是我们工作实在是太忙 而且根本没有那种 你真的很想去试一试 我说真的没有那种胆子的话 老实说 那一排女生真的长得很漂亮 有听说 而且身材非常的好 我说这任何一个男生来 稍微没有自制力的应该都晕了 他就像一路向西的电影一样 他就是站一排让你选 然后再选不出来再给你一排 然后一定选得出来的 那个麦克说的 鱼妹跟茶妹反而比你还怕得兵 因为他是他职业的嘛 对 你怕他他还怕你咧 对 还有没有人回答刚刚的那个买春 买春要不要回答的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怎么说 对了 通常都是说到了海南岛才知道身材不好 不要鼓动说买的时候戴套子 好 还有往上面还有什么 可以半套不要全套 可以盖棉被存聊天 虽然没有但是当然要说没有 你要讲人家的名字啦 好 要讲啊 蔡嘉玲说想知道 对啊 女生通常都是想知道 你想知道 可是不代表你能承受 如果你知道真实 我们男生说 不一定想要知道你以前跟男生怎么样啊 男生通常不太希望知道 女生以前交过洋男 西洋 你这个题目可以帮男友 你这个题目以后可以再讲啊 也可以以后可以再讲 因为如果说比方说好我今天 好我来问你们 假设你们今天交一个女朋友 那女朋友跟你讲说 我以前交过乌干达 乌干达 OK 黑人男友 他一定有实战精神 那你们真的会在心里有一些压力吗 嗯 我觉得不太一样 钢果乌干达 那个是GQ杂志上面 的数据上面写说是最大的 不是因为我们就会更好奇 那你为什么会选我 你真的人生很乐观 因为我们都射手座啊 两个都射手座啊 然后觉得说 既然你选了乌干达 所以我们的技巧还是强度 跟你跟他可以匹配吗 而且你跟乌干达有个聊心 你竟然选我 比方说我有乌干达的水準 对对对我有他的血统这样子 如果他跟你说 你们比乌干达还厉害 你就非常甜了 这就over了啦 这就太over了 不用这样子 我可以批敌就好 不用比他们强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呢 是最近有很多网友在讨论 就是讲绿茶表 什么叫绿茶表呢 就算是说女生如果喜欢 妆青春爱化妆 可是男生都好像眼盲了一样 就看不出来这些女生有化妆 说真的啦 我自己也会有这个状况 但我不是绿茶表 我没什么心机 有时候经营那个粉丝团啊 然后你就会贴照片 然后男网友就会说 哇你素颜好漂亮喔 但我明明就有贴假睫毛 什么都有话 说不定已经是种好了 但我也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就是说 没有啦 我大浓妆 没有 就是默默地享受那种愉悦 来 我们来讲喔 时点鉴定这个女生 是不是绿茶表 我们来直接讨论啦 你们知道 你们身边有这些女生吗 第一个男生朋友比较多 然后但是这些女生的女性朋友 每隔一个时间就会换一瓶 然后或是说她遇到你的时候 会说你也看这个书啊 你也听她的歌啊 我爱死这个电影了 西关姐应该常常遇到 有女生如果想跟你搭讪 都会假装说她还喜欢看电影吧 没有 没有女生要跟她搭讪 所以没有女生跟我搭讪 觉得伤心 不要落泪 所以刚刚那个保险上的问题 她可以想那么久 就是因为一切都是有这样卖路 她人生的经验并不是这么的丰富 我们有点怀疑 今天的来宾是不是有点发作 好 第三个呢是 如果有一个女生跟你说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你会觉得她就是准备要来伤害你了吗 应该还好 可是像你知道像这一点啊 我觉得这一点不是只有女生会讲 男生女生会讲吧 我常常听到男生跟我讲说 我怕我会让你受伤 这句话我一听到就知道 你知道小时候年纪小的时候 你觉得她好贴心喔 长大你就知道说糟糕糟糕 讲这句话绝对是玩咖 她就是要让你受伤 也不一定玩我和你了 那可能是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或者是她觉得在交往的过程里面 很多磨合不一定那么好 好 一定很会化妆 但是你身边的男生都说她素颜 有耶 我们真的有遇到这种女生 就是她非常厉害 然后很青春 可爱这样子 不然就是说当着其他男生的面说 追你的人很多喔 小心绿茶表 有啦 我觉得第六点我很同意 男生是不是很喜欢那种 眼巴巴 眨巴眨巴的那种女生 然后很无辜的样子 会啊 你会想像她 什么 想像她什么 讲清楚 可以脑补很多的画面 什么画面 就可能放在下面的时候 什么放在下面的时候 然后他们这样看你 那你就是有一种 就觉得充满了成就感 那所以眼睛如果不是眨巴眨巴 就不行 对 好 好 在男生朋友前面强调 你和她 她和你是最好的朋友 嗯 对 或是 你们有没有遇过 有些男生 有些女生在男生旁边的时候 活力四射 可是在女生那边 你们不太知道 女生在女生局 有有有有 有这样子的 但这样子的人 就是这样子 因为她的女人缘一定很差 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男生为什么 到底喜欢那种无辜美啊 就是无辜无害的那种女生 不要说我们男生 我没有喜欢啊 你没有喜欢吗 你喜欢智慧那一型吗 对啊 我喜欢 对啊 你是干嘛 对啊 还是有个人叫智慧吗 她喜欢强势型的女生 但习惯姐 你喜欢的是那种 比较俐落 比较干练的 比较艳丽型的 对 对 她喜欢的女生 就是连我都觉得很性感的 对啊 我都给你看过照片啊 对 那亨利呢 她你老婆在里面 对啊 我老婆在里面 那我就照着她的外形描述了 对啊 没有啦 我觉得其实 她老婆好像Hello Kitty 对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男生 有眨巴眨巴的眼睛 对对对 男生还是会有比较想要 就是因为她出来 她可能就是 比较打猎的心态嘛 我今天听到你讲出来 我就心头一惊 她人出来 我没有讲到什么出来 她人出来 她人出来了以后呢 她就是没有 她就是出门在外 就是比较打猎的心态嘛 那就对女生 其实就是一种打猎的感觉 所以她会希望能够 征服这个猎物 所以她会觉得说 这个猎物如果 比较好捕捉 那这种状态下的 眼睛睁大 或是很无辜的感觉 其实对她来讲 她会很有那个 那个压制的欲望 好啦 那其实像这种绿茶表 就是这种心机美嘛 就是说一副其实心机很重 但是就是装了一副 很无辜的样子 你们觉得 我们要来问网友 你们觉得这样子的女生 她还有哪一些特质 我觉得一定超过这个上面讲 我觉得那个 有一部电影刚好 完全在讲绿茶表 那部电影是彭浩翔拍的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撒娇的女人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爱撒娇 你知道吗 对 那个片 我超级喜欢撒娇的啊 我们工作人员 竟然发出说 超爱撒娇的 那个片有讲 那个特质 这边没有讲到的 其实那个片子里面呢 刚好 那个演绿茶表这个角色 就是随谈面的 嗯 然后她讲话一定要有叠字 我们可不可以吃什么 吃饭饭好不好 好 还是要吃面面 不可以吃兔兔喔 那吃兔兔带你回家家 但是 好啦 我觉得叠字女生用还好 我要爆一个料 这是某时尚杂志总编辑 有一次跟我在聊这个线的时候 然后她就跟我说 我就问她说 我从国外回来 我有带那个 意大利面给她 然后她就说 没想到你也喜欢吃面面 那你要接说 那我下面给你吃 然后你知道我当场就是整个就 毛骨爽完鸡皮疙辣掉满地 某时尚杂志总编辑 你讲的是两个字的吗 对 两个英文字的那一家 然后我想说 你喜欢吃面面 然后我就跟她 我就直接写说 那我下面给你吃这样 我没有在跟她调情嘛 我们就是一般的朋友 你这样根本就在调情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 吃面可以 就是吃面面是有一点恶心 之后后来 而且她的面还打成那个 你知道就是面具的那个面 对 她在家吃面面 对她跟我说 没有啦 刚刚那个手机自动选字 选到面面具到 然后面面 然后心里想说 好可怕 怎么在装可爱这样 我也很能显现那个人的脸装可爱 我知道我讲谁 对啊 男生到底对这种无辜 我一直有一个很深沉的疑问 就是男生对于这种女生 看起来很无害 其实心里很重 然后就是撒嬌啊 装呆啊 这种女生 男生到底知不知道她是装你的 看她跟朋友互动 然后还有个人的经验值 就可以判断出来 你的经验值是不是 你怎么判断 有些人其实真的是 越看起来越无害的 其实她的危险性越高 怎么说 你有没有举例 你有遇过这种女生吗 我有遇过这种女生吗 我要这样这样这样 对对对 她就是那种可能 可能就是有一种就是外表很正 外表很正 我刚刚有没有看到 打泡泡之类的 她都吃面面 吃饭饭 吃饭饭 对啊 因为有些就是她 我不行欸 如果有个男生跟我说 我们来打泡泡吧 不行啊 立刻立刻 没有 她其实是要玩游戏啦 就是那种打那种泡泡那种 反课大战 或是说什么 要翻身的时候说 来吧 翻过来哟 对 来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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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他整个就软掉了不行 对 好 什么 什么 麦克也说什么 举例永远都不要忘记 在谁身上留下的唇印 没有了红红的口红 还是在彼此心中留下印记 然后下面放漏奶茶 还讲绿茶表的一些特质 就是图文不符的那种 对不对 我常看到女生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 然后就漏勾 然后下面自己在说 为什么大家只注意我的勾 对 你不就是要人家看你的勾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绿茶表的 或是整个漏勾 然后就说今天加班了好烦 这种 然后下面就说看不到重点 看不到重点 就说不要怕我来陪你喔 什么等等 果然有事业心之类的 泡泡龙 翻翻力 对 假文是真肉呢 好 你的故事 你不是要讲你的故事 因为我遇过一些是真的 她的外貌或是她的打扮 其实是非常纯朴的 纯朴 但是她要把人带走的速度会非常快 什么意思 把人带走 你是被奴走是不是 因为比如说很多男生 他们可能就会一起在围攻一个 就是可能花枝招展的女生 但反而这样子的很难带嘛 对 但是其实另外一种的 另外一种就是找 对 就是比较平庸 女二 不要说平庸 对 女二 70分之类 她们其实力量才 中的美女 我跟你讲 女二跟女三真的很厉害 对 因为我之前呢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前男友 她之前就一直在追她们般的笑话 你怎么这么多前男友 你知道我前男友的铺子真的很多 多了 电视节目每次要录什么单元的时候 她说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有有有 可是她们不知道 因为有时候是overlap 在同一个人身上 对啊 就是那个男生 他本来要追她们般的斑花 结果那个斑花就像你讲的 还在那边有没有 担啊 担的时候呢 那个女二女三 起来就一下就走啊 而且马上把她骑走 对 而且听说 而且女二女三 听说是有精进 那个骑全的骑走 对 因为女二女三 反而她们会觉得说 我要比女一还强 然后在表现上反而比女一 她放得开 对 对 女一一夫说 你来服务我吧 但女二女三没有啊 她们就是露出身怀绝境 对 我爱服务你 你再做一次你干嘛 之类的啦 之类的 大家再看重播就好 不用看这个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 是膝关节的专场 有一个女生啦 她就是大姨妈刚离开 大姨妈刚离开 她就跟她男友求欢 结果她男友放了她两天 都不 都没有都不为所动 但男朋友是天蝎座的 这个女友就上网问说 是不是天蝎座的男友信誉不强 你干嘛抖声音啊 没有因为我教过天蝎座的男友 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对啊 来来我们把答案交给 交给膝关节 好啦理论上天蝎 如果太阳是在天蝎 其实是应该是强的啦 超强好不好 我觉得心欲最强的就是 天蝎座跟金牛座 真的不一样的状况 是啊天蝎跟金牛座 确实是蛮卖命的 对因为它刚好天蝎 刚好对应人体的器官 它刚好对应到生殖器官 所以它本来 有个学理就是 有有有有有 每一个星座都有对应的位置的 就像处女座会对应到小肠 然后巨蝎座对应到胸部 所以天蝎座的那一个符号 一路往下 后面是一个老二是不是 不是啦 它就是蝎子 一个箭头往下它这样 是蝎子的尾巴 不是老二这样勾起来 你在想什么啊 这是对啊 所以天蝎可能是 本来心意就是比较强 没有错 但是它也要看整个星盘的组组 那假设说 它的火星它的行动力的部分 它可能落在一个比较弱的星座 天蝎算弱对不对 普遍来说风向性多多 我认为比较弱啦 对那天蝎又是一个比较好气氛 这种感觉的 它不一定重视这样的经验的 它是可能 可能累啦 很多可能性 据说天蝎的 天蝎的在做爱都很济花 就是很重视那种气氛 火慢气氛 可是那也都是我们说的 它不会走那种野战那种 不会 你在做什么 对啊 你是有多少这种经验啊 不是 火象星座我就没有遇过啊 我从来没有救过 火象星座的状态是怎样 你想看看吗 你想看看吗 上节目不能约炮 火象星座的特质 你帮我们分析 四个不同星象的男生 他们的性爱的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火象星座 它本身它的行动力比较强 有那种爆发感 所以你会觉得 火象星座有那种征服 以及被征服 所以你喜欢罗素克洛那一型的 就是可以找火象星座 对但是他们可能就是 就是那个 你刚才学那个 三秒就 也不一定三秒啦 就是在我们占星学说 就是很可能 也许次数比较 时间比较短 但是它的次数循环比较多 所以时间真的比较短 所以 就是很多种说法 那一个人是 我们都是一觉到天亮 一觉到天亮 一觉到天亮是什么意思 睡觉 三秒之后好好躺平到天亮 没有这么说 但是其实相较之下 那个技巧 技巧派比较强的 通常应该都是土象星座啦 技巧派是土象星座 就是觉得苦干实干派 对 因为他们就是很认真在研究 什么脸红红网站啊 什么姐妹套网站啊 可能就是把那种什么 东森姐妹云啊 然后我的文章可能就是 划重点 然后土象星座最认真了 像土象的金油跟春雨 他们手术星都爱金星 所以他们本身对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会的 那更别是说到水象的话 像天蝎这种是天生会 我觉得土象这种还有一个特质 就他们真的很能忍 所以他们一定在前期的时间 会做超久的 而且他们会有蛮多道具的 老实说 我们这个尺度是可以的吗 对 可以是不是可以 那水象的就是 其实战地最强就是天蝎 大家都知道了 对那 你是说双鱼跟巨蟹座就 巨蟹有天生让人家有强的机会 因为天蝎像天蝎 跟这巨蟹的话 巨蟹的女生有机会 所以尚尾比较丰满 对 不是人家在讲男生吗 巨蟹男生 男生可能还好一些些 他有那种大熬吗 大熬倒还好 水象最强的还是天蝎座 对那风象就是俗称这种气氛 这种感觉 这种突然间的电光博士 差不多双鱼跟巨蟹 都已经退团你的粉丝团了 没有 相较之后水平还是比较强的这样子 水平 水平还是比较强的 水平 风象如果是风象 我认为水平比较强这样子 就天蝎跟 双子 双子都不强 好 那我们来问 猛男星座 猛男星座的前三名 猛男我们定义一下好了 就是好看又好用 好看又好用 天蝎男啊 然后第二名是 他也许没那么好看 但他真的还蛮好用的 应该会颁给金友座的 没那么好看 就是因为金友的外条 外面的线条可能会比较刚毅一点 可是他就是重 可是金友有个特质 就是他们到老 他们都很重视他们自己的形象 他们其实有很有品味 你知道吗 因为毕竟金星在自己的手务心 他们是很难重视整个自己的 第三名 第三名真的重要了 其实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我愿意搬给处女座 他真的是 为什么 我们射手座的位置了 我真的太欣赏西关节了 他完全没有要帮射手座 对啊 有没有 我就在旁边急了 我以为他会讲到第三 是不是知名很够 没有没有 这是合理的讨论啊 对啊 因为处女座很常视 他宁可背叛自己 也不可背叛占星穴 没有那真的啊 因为处女座很可能 点点吃三碗公 就是有可能是这种人 也是耐力型的 对 所以他们表现起来的 能量就是比较强 我们给亨利市长一个机会来 喂 射手座 那就是射手座第四名啊 没有话说 射手座第四名 耶 好 没有 因为射手座他一定会 他 我不知道第几名 但是我相信在 算前面过程 我都忘了牡羊座 我都忘了牡羊座 牡羊座很会 耶 我都忘了牡羊座 真的吗 牡羊座也很会 对 如果这样 照那个排名站立的话 牡羊座也会 你老板是牡羊座是不是 没有 突然忘记 最爱做事是牡羊座 抱歉 我听说牡羊座是到处都可以做 对 前两个星座都这样啊 性之所致就做成 那个牡羊跟金牛 都这样子的啊 他们的一些神话来源 都跟性也是有关系的 好 那我们另外要插播一个问题 刚刚虽然工作人员 在问另外一个 我要先插播一个问题 女生胸部最大普遍前三名 胸部最大前三名 那一定有巨蟹啊 对啊 大家好 我是巨蟹座 还要自己这样讲 你要证明一下 巨蟹座 因为巨蟹座 你知道人家都说 亚洲的那个罩杯给的比较宽松 欢乐杯吗 对 欢乐杯 俗称欢乐杯 就是什么在日本 或是台湾拿到什么 DIE 其实到欧美的时候都会少一点 所以我上一次在美国的时候 我去买那个 美国某大厂 S开头的大厂的一个内衣这样 然后我就给它量的时候 然后我就有点自卑 我想说惨了 要掉一两个杯了 结果后来量完之后 居然没掉的杯 你知道我真的觉得 像中乐透一样 炫耀文 巨蟹座了不起啊 对 好啦 巨蟹座然后咧 天蝎女好像也蛮大 他们两个居然同时露出这种标志 因为真的就是除了巨蟹之外 其实它好像比较难落一个 难有 难有一个整理起来的一个数据 我认为普遍上面来说 就只有巨蟹比较 如果你要讲外形 通常比较大 讲两三个胸部比较大的女性 眼睛比较大的双一度比较机会 女性 胸部大的女性 女性 胸部大的女性 咬咬啊 巨蟹座 对 对 好 我不是很想讨论别的女性的胸部 讲你自己就好了 好 我们来请观众提问两性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解答 现在请大家赶快留 那刚刚你们有没有提到 比较强的前三名的男生是那三个嘛 就是 天蝎 母羊 对啊 天蝎 金牛 母羊 然后处女嘛 对啊 那比较不行的呢 讲一个 讲两个好了 讲一个太针对了 就风向的啊 风向啊 风向啊 风向是普遍在排名是比较弱的 天平啊 天平跟双子 天平双子 对啊 重看不重用型的 你真的很狠 而且你刚刚手势这样 重看不重 你是跟我说 这不是我讲的 詹青雪有这样讨论过的啊 对啊 好 主持人什么罩杯 主持人什么罩杯 讲啊 讲啊 今天就是冲这个了 有种讲出来 有种讲出来 你讲维多利啊 不是不是不是 啊 没有啦 还有 还在我们猜 我在前面全部都很 没有尺度啊 大家都知道亨利市长很会猜罩杯的吧 好 你猜 还是要用猜的吗 但是亨利市长 你只能猜一次 亨利市长很会猜一次 因为每次都会偷偷问膝关节 所以 所以膝关节讲音是最准的 其实我知道啦 那你知道就好了 那你猜你猜 我会打在字幕上 你猜好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字幕就知道 你猜你猜你猜 大家知道这个字就是差不多 你猜你猜 他猜对了 他猜对了 你猜对了是不是 好 厉害 然后网友就是刚刚懂 你放在上次 你们自己去看重播 好 会因为对方是网路名人 就不顾对方什么 迈克等一下他遮到了 我看一下 因为 OK 会因为对方是网路名人 就不顾对方外形而约吗 你这一题 我觉得有点真正的膝关节 是不是 什么啦 什么东西啊 因为他是个名人 没有我们还不是名人 我们还不是名人 还是说你会那个呢 你会不会因为 你会不会因为 有人在问苏美跟亮亮吗 那是苏美跟亮亮啊 你是说这一题啊 对啊 苏美跟亮亮 那个懒人包 我想可能还有很多网友 到底是男生不在乎 女生的外表 还是女生不在乎男人的外表 男生说女生是因为 他的名气而约的 名气作爱法 可是这个在艺人界很常发生啊 真的 球星也是啊 对啊 有些人就是长得真的是不好看 可是因为他很有名 所以有些女生会觉得 有名耶 跟他有过 虚荣性或成就感 或是跟他发生 跟XX发生了一夜情 还有讲最明显的是 如果你想要跟很多女生 发生很多关系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成为一个摇滚乐团的主唱 没错 摇滚歌手 就是因为他有上台的那一瞬间 非常的帅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也不是因为名气的关系 我说是因为女生 他喜欢崇拜男生 当他崇拜一个男人的时候呢 其实就各方面的事情 然后心也松了 酷也松了这样 下面也紧了 下面紧了 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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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大家在讨论 输量之战 女生比较不在乎外表 女生有比较不在乎 比较合理的 对啦 相较之下 男生其实你说不在乎外表 但是你都还是会有一个水準 对不对 女生可以用顺眼 可以当自己的最低调 可是男生 幽默感 其实女生会觉得 男生幽默非常重要 其实很多乡名都说 什么女生就是 怎么看到有钱人 我觉得那只是其中之一 有一些人真的没有钱 可是他可以把漏非常正的妹 就是因为那个男生 会让人家很开心 日本很多艺人间都这样子 对啊 那些很搞笑的主持人 都是跟正妹在一起 但搞笑的主持人也是有钱啊 那也是其中一部分 对啊 提中一部分啊 对 好的 对啊 摇滚歌手组唱的约炮前进 幽默 对啊 其实这个歌手这部分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我要提醒各位歌手 提醒各位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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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乖人吗 因为我之前唱PUB唱三年 哇 来来来先讲 但是 你当歌手的时候 有没有真的很多女生可以 我结婚的时候 我婚礼的时候 她是伴郎 她听过我歌声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因为我们在外面表演 都是在PUB 对 那个铺上来的女生一定很多 真的很多 去敲门是不是 但是你真的要小心 她们带来的人 因为铺上来的那些女生 她们带来都是赤笼 赤笼的 我有听说这样子就是 上啊 就是带走嘛 然后隔天就是打到脑震荡 然后就是 啊 先人跳 那不是先人跳 那不是先人跳 那是什么 就是你这样子 爬到你身上的人 其实她们的背景也不单纯 对 那你在PUB唱歌 有可能招惹到她的 对 招惹到她旁边的那些 大哥之类的 想吃吃不到 或是大哥的女人 隔天就挂了 都听过这样的故事 你真的不要因小事大 对 看来我不会唱歌也是个好处 就是刺了几次 然后就被刺 那我也是因为这样是隐退 对 你真的有被打过 他真的蛮会唱 没有 那你有招惹过大哥的女人吗 没有 那我看过这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危险 好可怕 约炮应该男生付钱 还是AA制 我真的很受不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男生跟女生 然后一起去摩帖 汽车旅馆 然后督到那个 要付钱的时候呢 就有男生说 那个一人一半 可是这个问题又牵扯到说 到底是谁约谁 男女平权 然后又有人会说 明明是我们男生比较卖力 女生在那边享受 女生也很卖力啊 你知道要演那个歌仔戏 要摇摇去的 要摇摇去的 那是很累的 什么是歌仔戏手 就是有一些动作 他刚刚已经在做那样的动作 对啊 看不太懂 好可怜喔 人生没有这样的历练 没有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跟我刚刚之前话题的答案差不多 就是 我觉得就是男生服吧 因为一样是出去做口碑啊 你知道上次跟亨利 那样厉害之外 而且他还帮我付钱 他愿意为了口碑花了不少钱 广告费的概念 人出来 走江湖就是靠口碑有没有 我们俩就是这样子啊 对 其实是啦 我觉得男生有时候 就是留一点给人家探听一下 因为你就算今天 比方说这个1500 1800 2200你没有想要出 那你可 诶 我好熟这个价格 这应该是演唱会的价格吧 你就抄走演唱会之类 我想说我都不知道 他都知道 对啦 就是你可以就是 也许这个女生 他之后也请你一餐啊 或是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 现在最近不是一直在讲说 什么到底谁该出钱 谁该出钱 我自己的想法是 就是女生你就是 钱包还是要拿出来 有些女生确实是这样不好看 就是她从来都不打开钱包 这个也不行 但是男生通常就是说 你只要愿意打开钱包 做事要付 或是说今天你出 明天我出 这样都会让整个局看起来 比说钱拿出来 我们一人一半好像好一点 这样子 可是怎么样出 明天一半都怪怪的 对啊 我以为现在零头 不知道怎么算 你如果是去跟人家 那个汽车旅馆 你会想出钱 那保险套 谁要出钱 我觉得这个都男生出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要讨论 没有讨论 那吃饭呢 吃饭就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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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今天吃麻辣锅 吃三千块 然后你付一千块 我觉得这个很ok啊 有人讲 麦克讲说 口碑做得好 约炮约到老 约炮约炮 约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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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理解他的意思 ok 对啊 男生说 男生还是有一点风度 出钱有什么大不了 男生在意的是一个互相感觉 对啊 是在意就是说 你有没有把它当成提款机 不要这样子 对 你好歹皮包拿出来一下 对像我们都是这样子 拿出来 然后就会假装拉链卡住 找一找啊 什么之类的 没有说真的我其实都会自己出 像我前阵子去意大利啊 我发现 其实有时候跟风土民情不太一样 意大利是一定要 男生出 没有男生出 因为男生都会出 而且他不是为了拔你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 我跟一个日本的朋友 一起在意大利吃个喝个咖啡 然后我就是 我是那种会直接 钱包会拿出来的人 然后我就要出钱 结果是被那个柜台小姐阻止 柜台小姐说 我在我们意大利没有这种 没有女生出钱的 就是男生出钱 所以意大利比较杀稳一点 意大利对 因为我知道其他欧洲 像什么荷兰那些 欧洲那边的国 其实大家还分得蛮 对分得蛮 真的是分的 对对对对 可能有一些地方 而且还可以分到是 真的到各位数的那种 对啊 我觉得真的了不起 好 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要 谢谢我们的两位来宾啦 时间很快的 一个小时好快喔 对啊 而且Live我们完全没有在害羞的耶 每周四晚上9点 我一直都没有在害羞的 每周四晚上9点 要记得上波霸这个主战 或是能够在YouKu 或是在一起随在的姐妹云 总之呢 赶快来波霸 每个礼拜四晚上 玉姐就这样爱 下个礼拜等你喔 下个礼拜我更厉害的来宾 更厉害的话题 拜拜 拜拜 爱你 还爱你 什么东西啊 什么鬼 什么ending 好恶心 拜拜